我们接触这个学校应该是两年前 就最第一次进到这个学校里面 当时还是一个中专的 传统的一个中专学校的校区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未来学校的过程中 就是因为跟学校这方 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共同的认知 那么认识到未来的教育 不应该在这种束缚 约束管理 基于这种逻辑 所有我想空间的布局 材料的使用 大的校园的这个组织 颜色的挑选 都是由这个核心的理念来出发的 我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元素 就第一 你会有一个直接的感受 就不像一个中国的学校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被这里的色彩 还有这里开放的空间 就震撼到了 就这边的这种 就黄绿红这样的 一个非常明度和亮度 很强的一个色彩 给我一种 它就很有生机的感觉 很喜欢这边校园的整个的环境 和设计的理念 但并不意外 因为我就知道我们学校是一个这样的学校 所以就是来到了 就是看到一个自己想象中的学校 应该有的样子 我最大的感受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 我看 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新 不是光说学校的建筑 而是说整个的 师生的感觉都有一种 一个新的模式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暖 因为常规的学校的楼不会建筑建养 然后也不会说教室都是玻璃啊 什么的 每个区域大概都会被使用到 就是有一个健身房嘛 然后它现在也是被当作体育教室 平时那些开放区也有阅读课会去用 每个区域都有需要它的地方吧 其实很符合那个未来两制 那么在未来的教育方式里面 在未来的理念里面 学校应该是一个培养人的空间 而不是一个装配机器的场所 然后第二点最核心的我想是 把学校一定要回归到学生 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人 我觉得情势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比较人性化 就是我每一个床上都有一个插项 学校给我们每个床上都张了一个脸 保护一下学生的隐私 我们学校的主要特点就是 它有很多的开放空间 包括它的座椅都是活动的 这直接使得我们现在目前上课的形式 就是有很多 学生跟老师间可以有很多的互动 而且整个课堂的焦点 不仅仅是在老师的身上 因为我们讨论课的形式 其实采用的是 哈克尼斯圆桌教育的一个方式 是想帮助同学们 在上课的时候可以互相看到每一个人 也可以让老师观察到每个孩子 注意到每个孩子的表现 每一堂课的教室是不固定的 就是比如说我数学可能在三楼上 就是我的英语就去了五楼 然后我的导师社团教室又在七楼 他每上一堂不同的课 然后去到不同的教室里面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由他们长大了之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变化 所以当一个出发状况的时候 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其他变化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有更大的适应能力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他们有更大的自由度去选择 在这个课堂中和谁去建立起联系 和谁去交流和讨论 这个是提供给他一个更加多元的一个选择的风筝 老师是在这个教学的区域办公 就他不是说待在一个密闭的老师办公室 然后我们以前都会觉得 哎我好害怕进老师办公室啊 对不对 但在这儿其实老师就是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 学生随时可以去翻老师牌 然后找他去聊天啊等等 所以首先这个空间就提供了这个便利 然后办公的这个过程 也就像跟朋友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一样 我觉得遇到什么问题大家都会一起讨论 我可能会上完结课回来 就是说哎呀今天那个时间是状态特别不对 然后给我气给我呛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老师就说 哎呀其实他在某一方面是特别有亮点的 我也会更全面地去了解一个学生 在设计界有一个说法叫做 我们先创造空间 然后空间重新会塑造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相信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人不同的需求 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面 开放的教学环境给老师的感觉 它就蕴含着一种可以接纳一切 这样的理念在里面 我们就是其实来到这边受到空间的启发 我们这个阶段的课就发生了一点改变 就之前因为我们很侧重就是演出嘛 就我们专门有表演艺术中心 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设计更有意思的演出 就是你去探索这个学校的空间 你会发现在有些地方 它本身就有一个小舞台 这个学校的样子其实就是这个真实的世界 这个地球的样子 因为这个真实的世界就是开放的 就是自由的 就是充满生机的 这样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你知道吗 因为学生不是都有一样的思想 一样的成长经历 但是在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 他可以去按照他喜欢的速度 按照他的一些兴趣爱好 去选择他喜欢的生活方式和成长方式 真的 我很非常骄傲 因为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们学校培养的不仅是学生的爱好 也是要培养成绩的 我认为其实成绩对于我们来说 是社会的一个规则 学校教我如何在社会中生存 这是学校教我最重要的一点 我感觉这所学校可能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一个乐园 或者说更像是一个 非常有可能性的一个多面体 它可以是学校 可以是乐园 可以是一个游戏的空间 可以是运动的空间 可以有学习的地方 我们培养的目标更多的是 就是个性鲜明 然后有分明意识 热爱自然等等等等的 这种世界公民 能让自己幸福 能给看人带来幸福的公民 如果你想我用一个词 来描述这个学校 和这个园 我会用这个词 《futuristic》 朝阳未来学校吗 我们是走向未来的学校 我相信我们学校 虽然是刚刚成立 但是肯定是会走向未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文章》 《二十文章》 感谢观看